女孩听见楼上传来诡异的动静 她被吓得瞬间裤腰呆住 伴随着可怕的嗣号 仿佛有只看不见的二哈正在拆架 于是连忙护住弟弟 接着迅速抱起对方到墙角躲避 拿起电话拨打110 这时玩具小车自己动了起来 弟弟立刻被骑蜥蜴 二话不说爬起就追 他跟随小车穿过长廊 等来到地窖跟前 当门镜自动开启 他毫不犹豫走了进去 当女孩发现弟弟不见 顿时慌的一批四处寻找 忽然看见门口的玩具 他好奇的逐渐靠近 刚想弯腰去捡 小车竟自己动了起来 接着滚下不踢消失在黑暗里 还没等女孩搞清楚状况 弟弟又诡异的出现在身后 双眼无神死死盯着前方 眼看姐姐消失的无影无踪 弟弟刚要过去 死里逃生的女孩抱起弟弟赶紧开溜 然而房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姐弟俩被可怕的东西追赶 不料房门死活打不开 好在邻居闻声赶来 拉开窗户把二人救了出去 可当女孩重新望向屋内 里面竟然一切正常 所有家具都恢复成了原样 等接到报警的佛伯一来到现场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无论女孩如何解释 父母俩一致认为她在撒谎 而弟弟也因不会说话无法作证 第二天作死的女孩独自回到地角 想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 可绕了一圈毛都没有 不料她前脚刚走 地板下竟渗出黑色的淤泥 女孩被震惊的目瞪狗呆 下一秒 她挣脱束缚往楼上跑去 结果淤泥里突然伸出一只黑手 把她拽倒在地 恍惚中脑海中出现 另一个女孩也在这被人拖了下去 可当她被距离拖倒的瞬间 淤泥又恢复成了地板 女孩慌忙跑了出去 看见外面一片祥和 还以为又是耳朵出现了幻觉 这时她发现花丛中有黑影一闪而过 紧接着一个白影走向了屋后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女孩再次跟随来到了粮仓 可刚进来刚能便自动关闭 她撞着胆子往里走 女孩听见深处传来一响 这才发现一个白衣小孩蜷缩在墙角 她小心翼翼靠了过去 下一秒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这次的惊吓让女孩直接住进了医院 经检查好在只是皮外伤 看着手臂上的手印她不敢吱声 可就在回家的路上 几人再次发生争吵 父母并不相信对方的鬼话 等女孩气急半坏回到家中 桌上的怀表竟自己打开了盖子 一家人刚搬到新家 女孩就在地窖缝隙中发现一只怀表 可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也打不开 不料这天表该竟自己弹开 她拿起怀表一看 里面是一张十分眼熟的女人相片 随后和朋友赶紧来到一家小店 在不告栏找到有关女人的新闻 对方一家死于谋杀 而凶手正是邻居 与此同时母亲带着弟弟在家 忽然发现墙上出现一大块水字 在她震惊的眼神中 水字不断扩大 紧接着出现一张女人惨白的脸 随即赶紧收拾行李就要开溜 殊不知屋外天空聚集了数万只乌鸦 接着一起猛地扑向地里的邻居 她被啄得狼狈不堪 只能拼命逃跑 最终体力不知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脑海中静多了些记忆 看着不远处准备离开的母亲 仿佛看见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妻子 顿时掩路凶光冲了过去 瞬间来到母亲面前 质问对方为何要离开她 母亲一脸懵逼 却被她一巴掌抽飞出去 原来邻居患有失忆和精神双重疾病 当年杀死了自己的妻儿 现在又发病了 好在母亲趁对方一个愣神 推开邻居抱起儿子赶紧躲进地角 这时女孩和朋友刚回到家中 朋友就被邻居袭击晕死过去 无奈她只得扭头便跑 很快找到躲起来的母子 但邻居也用斧头劈开地角缸门 危急时刻父亲突然出现送掉了一血 就在邻居要大开杀戒时 女孩侧身躲过致命的记忆 接着哭吃一脚将其踹进淤泥 邻居终于和被她杀死的家人团聚了 事后父女二人也重归于好 一家人从此过上没修没躁的幸福生活 看完这部影片 我明白一个道理 千万不要让小孩一个人在家